我不喜歡 有點不好喝的那種 這一樣很敷衍耶 這餛飩真的不太認真耶 但你要喝我的辣在哪呢 寵缺寶 C's the bubble basis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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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有一個特別的對決主題 就是鍋貼水餃類 大家第一個都想到 四海遊龍或是八方魚子 然後我們今天來評比他們通品上 到底誰比較好虛 誰比較划算 然後我們今天的那個價格呢 都是在Uber E上面的外送價格 可能跟十幾點不一樣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看他好不好吃 來吧 那我們第一個吃場 多貼吧 好 來 這兩顆呢 看起來就蠻明顯的 八方魚子皮比較焦 但是四海遊龍比較大顆喔 然後內餡的地方就是一點點蔥 然後高麗菜跟肉 其實還蠻多的啦 他的招牌看起來好像也差不多 但菜好像比較少 但是我覺得他的內餡是捏得比較紮實的 然後像八方這個就是閃閃的這樣 沒錯 然後他們都有另外提供醬料包 這可以養耶 八方魚子的醬料包可以養耶 你們放在冰箱他會變蓬超可愛 叫蓬蓬 我養過一隻 來 甜甜的 我覺得高麗菜很多耶 而且他的高麗菜很甜 然後皮蠻薄的 然後接放的地方會脆脆的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下面那邊硬硬的 就是魚尖椒的地方 它有肉香喔 還是魚香味 我覺得它有放魚肉耶 然後四海牛龍的皮感覺稍微再厚一點 然後四海牛龍 它的那個胡椒味還蠻濃的 但皮我吃起來比較喜歡八方魚精 因為比較薄一點點 那我比較喜歡 因為四海牛龍它本身皮比較厚 接縫的地方會有點太厚了 啊我是比較愛尖椒一點的感覺 所以我會偏八方的 我覺得如果你喜歡那種肉感啊 魚香啊 可以選擇四海牛龍 但如果你喜歡再甜 然後很多水的話 其實可以選八方魚精 接下來我們來試韭菜鍋貼 我先說我個人會有點怕韭菜 我也是 我也有一點點 完蛋了 來 它的韭菜好胖喔 對啊比較寬耶 然後四海牛龍的形狀真的是一模一樣 一樣瘦瘦長長的 好裡面的韭菜超級多 不知道有沒有很高麗菜 還是滿滿的韭菜 反觀 它裡面我覺得差不多 但是它看起來也是一樣捏緊 但是少少的 對啊好少喔 這樣子比 就喔這個料有點可憐耶 好多內餡了 欸我越來越喜歡吃韭菜的感覺了 我覺得我可以吃 但是我不想要在外面吃 因為吃完很臭 對 裡面這台是比較散狀的 然後很香 然後也不會覺得乾乾的 再來四海牛龍 四海牛龍的皮 配上韭菜會覺得有點太硬 好少 好臭臉 感覺內餡是八方的三分之一耶 嗯嗯 因為我嘴巴的韭菜味感 是八方剛留下來的韭菜味 就是它沒有 再有那個韭菜的香氣 我覺得八方雲級的韭菜味 它是有韭菜跟蛋一起操的 四海牛龍的 它的味道就很普通 沒有什麼香氣 然後蛋也沒有什麼蛋味 因為它的內餡香氣太讚了 所以那個油膩感反而上來了 我喜歡八方的 下一個是韓式辣味鍋貼 外觀看起來它會辣 它看起來不會 八方比較胖一點點 對 四海比較瘦弱 欸它看起來蠻多辣椒的 對啊 然後整個肉都被染成橘色 來 它這個餡皮起來真的好少喔 但是顏色一樣啦 就是有橘色的就是韓式感 它雖然便宜一些 但是也沒有到便宜到 少了兩倍啊什麼 但是它們內餡是少了兩倍左右 給你那麼怕哇 喔泡菜味很重耶 嗯有辣啊 哎呦一入口都超辣耶 會吃蛋了 哇微 鬧蒜 哇一顆我就不行了 好辣喔 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辣 就是辣 然後微微的蒜 嗯辣 連鍋貼的饼魚辣 欸但是四海牛龍聞起來 就沒有那種韓式泡菜的味道 四海牛龍是甜嗎 它有那種想像辣炒年糕的那個甜味 那種年糕的味道 怕辣的還可以吃四海的耶 身為不吃辣的人 我比較能夠吃四海牛龍 嗯 接下來我們來評評他們的紅茶 鍋貼店不知道為什麼都有賣豆漿啊 紅茶這類的東西 對啊 它好像火鍋店會喝到的紅茶喔 很甜但是沒有什麼茶味 就蠻好喝的 然後尾巴會很微色 但是沒有到過色 可能吃油油的東西 喝比較重甜的會比較搭 欸四海牛龍 欸比較沒那麼甜耶 感覺半腸 我不喜歡 它比較有古早味的那個味道耶 它喝完之後有一個梅子的味道 有有有有 如果以甜度的話 我比較喜歡四海牛龍 但我覺得四海牛龍稍微再色一點點 我喜歡八方魚極的便當店紅茶 因為它喝起來就有點更複雜 因為你如果已經吃很重口味的東西的時候 再一個複雜的味道來感覺好像沒有 繼續混淆你的味道 對對對 就是混淆你的味道 沒有休息的感覺 沒有剛剛清爽感啊 好 下一鍋 鮮蝦水餃 啊我超愛點的 Yup 但是很貴 Yup 好 欸長得也差不多 對 都很像是那種冷凍水餃會的樣子 對啊 大顆成度好像也沒有差到很多 來 蝦子把它挖出來 直接挖蝦子齁 一個小小的 現在裡面就是高麗菜絞肉 我覺得大小這樣不算是差很多 我覺得看起來真的是差不多 然後裡面的話 感覺也是高麗菜少一點點的那種肉餡 啊聞起來還是那個蔬菜甜的好壯 八方的皮看起來就真的有點比較滑 那其實兩家的水餃皮 普遍來講都是算厚的 差不多就是一個冷凍水餃味道 蝦味其實不懂耶 咬下去的時候就有一點點那個脆脆彈彈的蝦仁口感 你才知道我養了蝦子了 很淡 但這是跟它的鍋貼比起來皮都蠻厚的 對啊 我喜歡四海油龍的內餡 那個甜味的味道 感覺比較清甜 四海油龍的內餡好像比較軟 比較糊一點 因為它的高麗菜好像比較少 跟鍋貼的感覺差不多了 八方就是那個蔬菜甜 四海的是肉甜 然後我自己會愛蔬菜甜啦 所以我可能八方笑音一點點而已 來 來看一下喔 非常的稠 就是便宜 平價牛排喝到飽的糖啦 然後裡面有一些些就是該有的東西 絞肉啊 玉米啊 紅蘿蔔啊 什麼的 該有的都有 來 這個蛋非常的多 然後看起來勾芡比較沒有那麼重 然後已經有幫我們加黑胡椒了 欸它的玉米看起來是 好吃的玉米 很甜的那種 有點不好喝的那種 很廉價的那種 沒有就還好 很普通的那種罐頭的玉米啊 但你咬到玉米的時候還是會比較開心 那 來 四海 嗯 我覺得這是好喝的營養午餐玉米湯 但是奶油味也是蠻重的 那奶香感覺是有這種加熱過然後炒過什麼東西的那個香味 但它的胡椒在裡面其實也蠻加分的 因為我喜歡這個 我也喜歡四海 我也是 完勝 下一個 芳芳雲集的勾芡都超重的 然後料也是很多 對啊 我們再看一下四海幽龍 一樣不帶勾芡 水喝比較多 這樣看起來就會覺得它的料少了一點 欸有那個酸酸的感覺 哈哈哈哈哈哈 他有在講幹話 哈哈哈哈哈哈 他是什麼 他是什麼 醋味挺重的 嗯 真的是很重的 因為連喝了都覺得很重 它的筍子蠻脆的 然後它的酸度我喜歡 嗯嗯 也是有醋味 但是比剛剛淡了 一點都不衰 它的酸味沒有剛剛那麼重 它的主角是柴魚片 對啊 它這喝下去是柴魚片的味道 然後一樣蛋發很多了 嗯嗯嗯 因為我比較不太喜歡醋嘛 所以我反而是這個湯的派 那料我還是比較喜歡把芳芸集的料 四海幽龍裡面的料吃起來都不會有脆脆的口感 它筍子也不夠脆 就不會有那個咬東西的感覺 好 來下一個 接下來我們來吃餛飩湯 餛飩湯的話 四海幽龍只有一個餛飩湯的選項 然後八胖雲集呢 它有非常多種餛飩湯 所以我們在中間就選了一個比較 然後普通一點的菜肉大餛飩 它這菜肉餛飩直接是綠色的很酷耶 然後麵然後是細麵 它有有青菜嗎 有其他青菜嗎 沒有 對這邊有青菜喔 有一點點青菜 然後一樣有一點點豆芽菜 嗯 湯很好喝 很香耶 一般的青湯 嗯 我覺得麵還蠻好吃的 好吃的好吃的 菜湯是不是我加蠻多味精的 很可能 很可能喔 麵是那種細麵然後蠻Q的 哇那個菜味是挺重的耶 就是菜肉餛飩的那個菜味 我覺得菜肉餛飩還算蠻好吃的 然後也蠻大顆的 因為皮一咬就斷 我喜歡吃餛飩的那種皮一咬就斷 它真的很大碗耶 我剛剛不吃可能都還吃不太蝦 很餓的話快點 來 四海油龍的餛飩就是小餛飩了 聞起來有股醬油香 喝起來那個醬油感也蠻重的耶 它那湯有一個芹菜還是什麼的味道 燙芹菜的味道 它的湯應該是那個燙水的那個湯吧 然後蠻像的 加點醬油底啊什麼東西 然後它餛飩是那種超級軟爛的 很容易就皮肉分離的 然後很小喝 湯皮蠻滑的 然後內餡我覺得也算好 我覺得蠻香的那個肉香 小小一顆但味道很多 但那個湯我就覺得熟了 湯很像在敷衍我 對啊 它也真的 整體 大的超熟 嗯好香喔 喔它的超熟很香耶 對啊 我們先聞一下 嗯 蝦皮 蠻好聞的 蠻好聞用蝦 好看一下它裡面還有加什麼 好像有加一點點的豆芽菜 然後加一點蔥在上面 來 它這個超油的 一樣有放豆芽菜 然後看起來真的很油 對啊 哇 它的香味是豐富的耶 香辣 它沒有到很辣 還有點甜耶 嗯 那我聞起來很麻 吃起來也沒有到很麻 有沒有感覺到辣 嗯 對我們來講應該只有微辣而已 它真的看起來超級油的 它聞起來沒有好吃的味道耶 吃起來也沒有好吃的味道 我還吃到那個水煮麵粉皮的味道 這一樣很敷衍耶 這餛飩是不是不太認真 它下面有一點麻醬 但我剛剛有拌過啦 它的麻醬幾乎全部被辣油壓制 但也沒有到很辣吧 就油 不好吃就是不好吃 好 再來我們比那個 皮蛋豆腐 兩間皮蛋豆腐一看還蠻明顯的 就是八方魚集的只有加蔥 四海猶龍的呢 還有加柴魚片 好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四海猶龍的 是湯了 皮蛋豆腐湯 可能是那個豆腐的水 它沒有立的很緊啊 可能 它醬油包很鹹 我覺得很搭 我是蠻喜歡吃就是重鹹的 皮蛋豆腐 我是喜歡吃甜一點的醬 但它蠻鹹的 我喜歡柴魚 然後這個比較甜的 我是甜派啊 它剛剛看起來很水 但是吃起來是有味道的 很剛好耶 它整體吃起來 可能不會一入口 就很衝擊的那個鹹度太重 那就很均勻的甜鹹感 然後甜大於鹹 兩個我都喜歡 但要選的話 我會選有柴魚的 我喜歡有再加柴魚 或是肉熟的皮蛋豆腐 我也愛四海的 不表達一見 都還好 對 我覺得我都還好 好 下一個 接下來我們來吃到的乾麵 剛剛我們買一個叫做 少辣乾麵 四海遊龍呢 這個是塔香辣肉醬麵 它看起來超辣的 可是它沒有形象料耶 有辣有角肉 然後這個塔香辣肉醬麵的話呢 肉醬還蠻多的 然後它外帶的時候會分開 讓你自己倒進去 一點點青菜 吃一下這個這個辣的麵 這個香氣跟剛剛那個辣的餛飩是一樣的 很辣 真的有在給它乾耶 真的是乾麵 因為它好辣 我覺得它本來是拌辣椒醬 我不吃辣 我沒辦法感受到它的快樂 我也是 我現在在摸索 它的辣在哪 那你要摸我的辣在哪 從缺寶 這我真的覺得辣度蠻低的耶 我覺得它的辣味是辣椒醬 因為那個辣就是只有純辣 然後也沒有麻 所以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無感的味道 那你覺得它好吃嗎 我覺得它有點做得太好 就是在乾這邊 麵粉味蠻重的 哇很鹹的那個菜 喔這個轉火菜有點太鹹 要配麵 它的菜是用鹽蒜的喔 很鹹齁 我覺得它肉醬的味道是蠻香的 很香耶 好吃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趣 而且它要給青菜 我覺得麵裡面有給青菜就是加分 而且我覺得它的麵沒有八方的那麼粗 那麼厚 因為八方剛吃起來整個麵皮味很多 然後但是它是比較細條的那種麵 然後拌了滿滿的醬 我平常也喜歡吃細麵耶 我覺得細麵比較有口感 來最後一個 哇終於喔 我覺得不錯 它的豆漿是好喝的 我覺得不錯 有那種永和豆漿的感覺 然後那個濃郁感很有 但其實無糖豆漿我最怕喝到那種很渣渣感很多 它有粒的很甜點 但是那個很可怕 這個我覺得還蠻好喝的 好水喔 真的耶 比較水 感覺剛剛的加水稀釋了 嗯 就是 豆漿發水二 不總不吸 就是如果我硬要喝這兩杯的話 我可以喝的是四海油龍 因為它比較淡一點點 對不喝無糖豆漿的人來說會比較好入口 但如果要喝有糖豆漿會選八方不吉 那我本來就會喝無糖豆漿的人 我覺得八方勝 不愛喝豆漿的人表示 豆不剩 好 不愛喝的一滴都不剩 OK交給你 欸我們最可愛的 它的豆漿長妹咧 欸你需要你需要 你需要你需要 你需要你需要 我們今天這樣子兩單平均點下來 八方魚集貴了不少 它平均單價就高的那麼一丟丟 今天你們有吃到比較喜歡的嗎 你的是什麼 四海油龍的玉米濃湯 我也是 就是四海油龍的玉米濃湯 真的蠻好喝的 比較起來差異大 然後又讓人驚豔的好喝的話 真的是它 可是我覺得那個 它的四海油龍的乾麵 還蠻好吃的 如果我個人想吃鍋貼的話 其實我是會愛八方魚集的 因為我會想說那個料多 其實吃起來比較爽 對對對 我也是會喜歡八方魚集 主要是因為 我本身比較喜歡皮沒有那麼厚 但我現在還有一個立刻想要吃的東西 就是八方魚集的紅茶 好喝耶 對 真的 好啦 就是這樣各有好喝 你們自己有特別喜歡 他們拿一個品項可以留言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沒有吃到的 或者是我們今天吃的 你覺得它其實很好吃 可以來為它反駁一下 好啦 下次想看我們對決什麼東西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哎呦 下次見 拜拜 See you like to 訂閱 按著 留言 加入回憶 等一下 再一次 一二三 加入回憶